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我们的小熊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这款三年前的产品 但尽管它上市三年 但依然有很多小伙伴在问这款产品的表现怎么样 那就是苹果的差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表现 配件方面 它标普了一条雷利线材 一条电源线 一块抛光布和面板本体 标准配件没有常规的历史支架 这个需要单独购买 售价高达惊人的7799元 这非常的苹果 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小伙伴 看到这样的售价 低时间都是相当诧异的 因为这样的售价 你几乎可以买到市面上 绝大部分的旗舰显示器 而它只是一个支架 但事实上 从生产制造的工艺难度和成本来看 你会惊奇的发现 这个售价可能是合理的 一体压柱成型的支架底座 会产生非常昂贵的模具成本 苹果使用了环保低碳铝材 加阳激氧化的工艺 非常难得 升降的轴体 内部使用了大量的 粉末冶金工艺结构件 开模费用同样也是昂贵的 支架和面板连接处 做了磁吸的设计 当支架靠近面板 会快速吸附安装 同时 它的配重做得非常出色 几乎在任何角度 都可以用较为舒适的力度 对它进行升降的调节 另外 它支持垂直旋转 但与传统显示器不一样 XDR的旋转 需要用户将面板调节到最高 再滑动背面的解锁模块 才能实现垂直旋转 这样的设计 可以防止在调节过程中 刻到面板本体 同时 屏幕纵向锁定后 将不支持升降调节 整体支架调节的设计 是有违背苹果简洁的初衷的 不过 XDR内置了重力感应 画面会自动跟随 横竖屏切换显示 面板本体方面 正面采用了四边微边框的设计 并且做到了四边等边 这是很难得的 实现苹果原材显示技术 背面 同样采用了一体低碳铝材 上下两端 有大量的球形小孔设计 像一个刨湿器 苹果解释 这样独特的设计 是为了实现更轻的机身重量 和更好的通风 让机器获得更大的散热面积 接口方面 它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雷利接口 和三个Type-C接口 从Mac端用屏的角度来看 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从Windows平台来看 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整体单从外观部分来评价 它是显示行业 绝对的顶级水平 即使它已经上市了三年 但依然令人惊叹 接着我们来看 它显示部分的测试 首先是分辨率 惊人的6K 60146x3384像素 PBI达到了218 如果单听6K和4K 或许你会觉得 它们的差距并不大 但试试是 6KXDR拥有2035万以上的像素点 相比传统4K 829万像素 整整是2.45倍有余 差距是巨大的 像素点方面 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在RGB垂直调状排列 指向素形态是长方形 实际看字体 显示细腻 没有毛刺感 表现出色 其次是色深 它是原生实比特的氧化物面板 在实际的观测中 对于细微梯队的图像过度 表现极其出色 背光方面 首先是苹果官方给出的亮度数据 SDR500L SDR1000L 以及峰值性能1600L 在我们实际测试中 SDR全频亮度为538L 峰值性能则达到了1653L 整体的亮度表现非常出色 同时 苹果还声称 将XDR保持在25度左右的运行状态下 它可以无限时地维持 1000L的亮度表现 在实际的测试中 我们对它进行了 一个小时的峰值烤机 由于机器的温度 已经超过了25度 来到了45度左右 但它的全频SDR亮度 1N维持在950L以上 非常扛大 其次 根据官方给测数据 它是576区的FALD 在实际的25公格均匀度数据测试中 最大中心差值为2.7% 整体背光均匀度的表现 也是非常出色 同时 苹果为XDR背光系统开发了特有的TECOM芯片 分别同时控制LCD液晶层和LED背光层 你可以把它们理解为两台显示器 无缝同步 形成最终图像 另外 更加夸张的是 苹果还宣称它对576区的每一区 都进行了独立的校准 非常杂劣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色域 色准和色温的表现 首先是色域和色准 我们主要测试了SRGB和P3两种空间 其中 P3覆盖率为99.1% 平均刷值0.43% 最大刷值0.95% 最大刷值1.53表现也很优秀 色温方面表现如图 苹果基本按照D65的标准执行 各模式下的色温都在6500K上下 整体来看 苹果的色彩科学做得很出色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视角成像仪的测量 它的可视角度表现非常出色 虽然它是IPS面板 但它并不像传统IPS斜45角度衰减非常严重 整体的表现 和我们之前测试的ATW光学补偿模的32GQ90是类似的 但由于XDR有576区的直下时背光 因此 它的实际视角表现要比后者更加优秀 对比度方面 我们测试了它原生对比度 结果为1049比1 但由于苹果对于XDR调光算法 进行了专门的优化 因此无论是HDR还是SDR 用户都不能关闭分区调光 通过HDR静态对比度的算法 它的HDR静态对比度达到了2.75万比1 另外 在测试中 我们还发现 在黑场状态下 它的灯珠无法完全熄灭 存在着0.0018左右的黑位 频闪和光谱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了XDR不同亮度下的波形 在280L以上 它的调光方式是直流DC 但到了280L以下 它的波形呈现2.1万Hz的频闪 并且会伴随一定的PWM和PAM的机制 由于频闪频率非常高 实测最大SVM值仅为0.009 对光感几乎没有影响 光谱方面 它的红光波段有两个凸起的波峰 属于KSF背光的类型 蓝光波峰在450nm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8.82% 不属于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HDR性能方面 它支持HDR10 SLG和杜比世界 分区背光方面 它具备横向32区 纵向18区 总计576区 光晕方面 使用十字线分析 在较暗的环境下使用 我们还是能看到明显的光晕现象 切换到白块窗口 相比Microbook Pro 16英寸的视网膜内屏 32英寸XDR屏幕 发光是有相对说的现象 再切换到实际HDR观影状态 尽管画质是一流了 但32英寸XDR在显示字幕的时候 光晕还是相对明显的 UTF曲线方面 它的实色曲线和标准的PQ 几乎完全贴合 这对于XDR创作者来说 是非常友好的 XDR实景亮度方面 我们使用完美星球 南光片圆镜测试 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色度计生成尾色图 太阳核心亮度最高为818L 在岩浆流动的画面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它整体的色彩 没有出现明显的 偏色和过饱和的现象 画面的暗部表现 异常出色 得益于它原生10bit的色深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它的色接过度平滑 没出现明显的色彩转成现象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弱势向 响应时间方面的测量 它并不是为游戏而设计 因此不要有过多的期待 在实际的测试中 平均G2G达到了11.61毫秒 BET为17.49毫秒 实际在UFO运动轻度的测试中 飞碟后方的托尾现象明显 本体轻轻度也表现得很一般 按照惯例 接下来我们应该做拆机的环节 但我们研究了好几次 来看一下它在输去天地棒的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式指标计算 XDR达到了135%的SGB容积 色域天地棒排名第59名 SDR亮度方面 通过实际测试 SDR最高亮度为538L 亮度天地棒排名第10名 静态对比度方面 实测为1049比1 对比度天地棒排名第113名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视角移的测量 在IPS机型中 它是我们见过最出色的 没有之一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输工的白点测试下 最大差值为2.95% 均匀度天地棒排名第6名 XDR单独设像 我们先来看一下 峰值亮度 实测为1653L XDR亮度天地棒排名第6名 XDR静态对比度方面 实测为2.75万比1 XDR静态对比度天地棒排名第6名 分区被攻方面 它横向有32区 重向有18区 总计576区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响应时间方面的测量 通过一切测试 平均灰阶达到了11.61毫秒 灰阶响应速度天地棒排名第142名 运动显示时间方面 在60盒子的刷新率下 BT为17.49毫秒 排名运动轻度天地棒的第34名 评测最后 我们来给关注XDR的小伙伴 一点小小的建议 如果你使用的是麦克 那么预算充足 那它依然是你最佳的选择 没有之一 反之 如果你使用的是其他平台 那会有再相同的预算 它会有更多的选择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XDR的 全部的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就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能不能点赞转 发声订阅我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